当地13号夜间 意大利埃特纳火山东南口发生喷发 短时间内火山震颤的幅度急剧上升 随后熔岩从火山口流出 最长达两公里 最新监测显示 火山喷发活动不断减弱 目前仅局限于火山口内部 此次间歇性喷发后 有不少火山灰飘落到附近的城镇 有如下雨一般 不过临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活动未受影响